今年以来呢,大陆海关是多次从台湾地区输入的番栗枝和莲物中 截获了简易性的有害生物,大洋屯纹粉介 均依法采取了退毁或销毁的措施,也呢,及时通报台湾方面 该有害生物呢,是危及到多种水果和粮食作物 对农林业生产和生态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 那据海关方面反映了,除了大洋屯纹粉介 在台湾输入的番栗枝和莲物当中 还检出了可可花茵病菌和新波罗灰粉介等有害生物 那么为了从源头上防范植物疫情风险 依据大陆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 海关总署决定从9月20日起暂停台湾地区番栗枝和莲物输入大陆 实际上从去年到今年 大陆方面多次向台湾有关方面通报水果不合格的情况 提醒他们加强源头的管控 但是这一类情况一直没有得到改善 为了保护农林业生产和生态安全 保护民众的切身利益 暂停输入台湾地区番栗枝和莲物 使科学合理完全正当的 海关总署也已经通过海峡两岸农产品检疫检验 合作协议的联系渠道 向台湾有关方面进行了相应通报 民进党当局把事关农林业生产和生态安全 事关民众切身利益的必要暂停措施 政治化 借机的恶意抹黑大陆 煽动两岸对立完全是别有用心 说明他们压根就不想解决问题 丝毫没有为台湾农民着想的意愿 只会进一步损害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